为了打MBA,他花了242万美金 他是勇士新元加鲁巴 他不仅模板式追梦 他打MBA的两年也一直在追梦 今天夏天,加鲁巴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征战世界杯 这次世界杯也成为加鲁巴的成名之作 在有限的上场时间里 加鲁巴场均能得到8.2分4篮板 效率非常高 而且在世界杯最佳新人榜单中 加鲁巴高居第六 要知道,加鲁巴今年年仅21岁 潜力十分巨大 从体色数据显示 加鲁巴完全就是追梦二代 他有着2米03的身高和2米18的臂展 体重为108公斤 在场上他可以辞职多个位置 在勇士,他甚至可以顶到中锋位 2021年选秀大会 加鲁巴在首轮23顺位被火箭选中 为了加入MBA 加鲁巴付出了巨大代价 为了提前参选MBA 加鲁巴主动给黄马 支付了320万美元的买断费 火箭只为其承担了77万 他自己则花了242万美金 在MBA的两年 加鲁巴的工资为480万美元 如果扣掉税后 加鲁巴等于说白打了两年球 一分钱没赚 更惨的是 加鲁巴不仅没有被火箭重用 今年夏天 加鲁巴被连续交易到老鹰和雷霆 最终惨遭裁员 为了打球 他只能重返欧洲 直到世界比赛场 加鲁巴才终于完成逆袭 加鲁巴是一位非常全面的风险球员 他臂展优越 运动能力极其出色 由于征战欧洲联赛多年 加鲁巴的战术素养也很高 他拥有一定的传球能力 他的防守也足够覆盖多个位置 作为2米03的内线 他的蓝板率可以达到13% 和鲁尼在一个水平 更令人期待的是 加鲁巴足够年轻 今年年仅21岁 所以各位认为 在格林逐渐退出神探后 加鲁巴能否堂起勇士大旗